大家好,我是70后的尾巴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男子靠吃药》激发大脑潜能 让人走上人生巅峰的故事 卷毛是个落魄的作家 曾经他希望用笔来改变世界 但是灵感匮乏的他 尽管和出版社签了合约 也始终没写出满意的作品 卷毛有一个女朋友 女朋友和他分手后 他不仅一时没了着落 连房租都快到期了 他彻底从一个落魄作家 成认为一个更失败的表思 在卷毛绝望透顶的时候 忽然在街上碰到了前小舅子 小舅子一直做着卖药的行当 他听说卷毛日子过得不怎么样 依旧穷困了党 变点了卷毛一颗 可以极大程度开发大脑的新型透明药物MVT 起初卷毛以为是毒品不敢吃 后来小舅子和他说 这颗药可是价值800美金的 还能彻底改变你的生活 卷毛将信将于地带走了药 他觉得现在都这么苦兵了 试试看也无防便吃下了药丸 卷毛吃下药以后 一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连眼睛都变亮了 他发现周围的事物 忽然之间都变得清晰有序 自己的智商变高了 观察力也变得满硬了 卷毛开始夺利于自己的写作事业 一页之间便完成了几十页 第二天被出版社的编辑称赞了 他开始渐渐发现MVT的重要性 于是卷毛来到小舅子家 想多拿一些药丸 谁知一进门却发现小舅子被杀了 家里也是乱七八糟的 明显是被人乱翻过 卷毛猜测凶手肯定是在找MVT 他办了紧之后便开始找药丸 翻了很久 终于在烤箱里找到了药 他偷偷把药和地底现金藏了起来 MVT虽然可以短时间提高智商 但是会有药语 长期服务会对身体有害 但是人的欲望永无止境 卷毛尝了一次甜透之后 便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特药路 他开始觉得写作赚钱实在太慢了 于是他借高利贷的钱炒股 短短几天他炒股就赚了很多钱 各大媒体都争相想采访他 赚了钱智商高了的卷毛多了几分魅力 轻而易举的就追回了女朋友 在华尔街以旋风姿态一举成名的卷毛 引起了金融大亨大款的关注 大款找到卷毛想他合作 让他帮助自己一起促成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企业和地案 就在此时卷毛的药项消失的差不多了 慢慢变回原来的状态卷毛 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便开始寻找会员 却不料被人跟踪了 随后卷毛在餐厅里遇到了前妻 同样服用过药物的前妻告诫他最好借药 而且不能一下子停药否则会猝死 其他吃过这个药物的人 大部分不是重病就是已经死了 卷毛之前借的高利贷一直没有偿还 终于有一天债主找上门了 二人争吵之中药片掉了出来 被债主捡来吃了 卷毛没有药片身上的副作用发作了 于是求助女友让他帮忙拿到药片 第二天贪婪的债主找上门 让卷毛继续为他提供药片 卷毛为了保民勉强答应了他 另一方面卷毛开始寻找实验室 研发药物周期为半年 卷毛因为小舅舅的案件被官司缠身 在去警局合作调查的过程中 药片不小心命丢了 正在药物不知所踪的时候 债主都找上门了 在卷毛体内已经没有药力走投污入之下 他想跳楼一了百了 正准备跳的时候 身体本能都让他缩回了脚 想起来还有一颗药 卷毛刚找到药的时候 债主就破门一路 手一抖药滚进了下水道 这是天命路人啊 卷毛只能奋力和债主落伯了 最后卷毛用刀捧死了债主 后来卷毛从入室那里找回了药物 又变回了意气风发的卷毛 一年后卷毛成为了参与员 一天大款来找卷毛他合作 大款知道了他服药的事 便以此来要挟他 但是没想到的是 卷毛自己开了实验室 并将NZT改良成为美与药物 且能预测先知的新型药物 不会受大款摆布了 在送走大款之后 卷毛和女友和和美美的制度补餐 享受着美好的二人世界 如果给你一颗NZT 你会毫不犹豫地吃下去吗 这似乎是个讨厌人性的问题 虽然这很有可能让我的人生 从此走上巅峰 但是欲望是个危险的东西 如果不能好好控制自己的欲望 当它膨胀到极致的时候 迟早会害了自己 喜欢的小伙伴们 不要忘记关注评论点赞了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